最后一讲啊 我呢带领大家啊 帮助大家掌握一个 有关JRE的背景知识 虽然说呢 这个JRE考试 我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他不考专业知识 他只考你的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 但是呢 由于JRE考试是美国考生 也要参加的一个考试 因此呢 他的出题人 他会先入为主的假定 这个test taker啊 所有参加考试的人 他都会有一些 基本的话语体系 一些基本的知识 他是知道的 而美国的政治制度 我觉得可能在人家的假定当中 是假定所有考试都要了解的 就好像说 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关系 我们国家基本的政治运作制度 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应该要了解的 我不管你了解的程度有多深 你是否赞同 你怎么评价 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我觉得你是应该要了解 我们国家一个基本的政治运作的一个制度的 所以说呢 这一讲 我就带领大家呀 走进美国的政治制度 首先呢 我呢 会对三权分立 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之后呢 我会用一篇啊 经典的JRE的一个 长阅读的文章 带领大家来 领列一下 我们考试当中啊 怎么来考大家的有关这个背景知识 首先我们来进入第一部分啊 关于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由于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只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 如果以后有机会呢 我会为大家介绍两党制啊 联邦制啊 这些更有意思的内容 首先呢 大家来看这个图啊 美国联邦政府的结构 和中国政府不一样 中国政府啊 我们说 国务院简称中央人民政府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当中 中国政府主要是指行政分支 而美国的政府呢 它涵盖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 首先我们来看立法分支 立法分支呢 它就是国会啊 国会呢 是由两院组成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院众议院呢 它的地位是平等的啊 它是相互钳制和制约的 而在行政分支呢 简称就是联邦政府啊 联邦政府呢 它呢 啊 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组成 这里呢 涉及到行政学的一个知识 叫做政治与行政二分啊 我之后呢 会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一部分 而司法分支呢 那么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啊 所以说呢 我们首先来进入立法分支啊 立法分支呢 需要强调的几点 第一个呢 美国是实行两院制 啊 两院制呢 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相互制约监督 首先两院制 它的设立啊 最初是基于平衡大洲与小洲利益的这么一种考虑 啊 当时呢 在1787年制定宪法的时候 在费城呢 召开一个制线会议 就是大家以后 如果能有机会去美国留学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啊 到费城去看一看 像费城的独立宫啊 这是非常值得啊 一看的景点 因为他见证了美国呀 在建国初期的一些重大的决议的形成过程啊 是非常有意义去看的 当时呢 按照我们的临时宪法 就是邦联条例啊 当时的邦联条例 就是说议员的产生 是根据啊 13个州 每个州呢 只有啊 每个州的这个席位是一样的 实际上是对小州有利啊 比如说 100万人口的州和1000万人口的州 如果都只有一名议员 那当然 按照比例来说 是不是小州议员的比例就高啊 啊 所以说按邦联条例的遗愿制呢 实际上是对小州有利的 而当时的一个啊 草案叫做弗吉尼亚法案 啊 他呢 当时也主张医院制 但是呢 他的这个主张 实际上是对大州有利 他认为是按照啊 人口比例去产生的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啊 不管你这个人口数量多少 是100万人口 还是1000万人口 你的人口比例都是 0.1% 最后呢 是不是就大州的 一元数量就比小州要多呀 所以说 大州和小州 他由于他的利益不同 处境不同 所以他们支持的 法案啊 曹案就不同 小州支持邦联条例 大州呢 支持弗吉尼亚法案 两方僵持不下 这个制宪会议啊 开不下去了 就在这个问题上搁浅了哟 当时呢 有一个叫舍曼的人啊 他就提出一个 霍西尼啊 妥协的一个法案 叫做舍曼妥协案 他就说 那咱们就设立两院吧 啊 这个一个院呢 就是按照人口比例产生 一个院 咱们就 每个州一样 这不就两 大州 小州 利益就平衡了吗 所以说呢 这就是美国两院制的由来 所以说众议院呢 它是按照人口比例 啊 来分配议员席位 而参议院呢 就是每州 平均分配啊 每州是 固定是有两位 参议员 虽然 可能他人口会相差很大 比如说加州和 啊 和这个 比如福吉尼亚州 他们的人口相差是非常悬殊的 但是 都是只有两名参议员 此外啊 在参议员的选举呢 他也有一个 防止民主过度的考虑 因为参议员啊 他的任期是比众议员要长的啊 就是在人员更替的频率呢 是要低于众议员的 因此呢 就防止出现这种啊 这个像 比如说一些新兴的这个民主国家啊 像这个 天天这个啊 像比如说 我们亚洲一些邻国啊 政府天天更换啊 陷入这个低效率啊 啊 防止出现这种现象啊 所以说他两院制呢 最初他是 为了平衡大洲和小洲的利益而设置的 而他的选举制度和其他的相关配套制度呢 也有一个防止民主过度的一个考虑 此外啊 随着两院制的逐渐的演变 也产生了两院相互扯皮的现象 导致了啊 一些决策效率低下啊 美国的民众呢 也在抱怨 这个举两个例子啊 一个是呢 众议院否决了参议院 是什么呢 薪资减税法案 导致了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些计划啊 搁浅 为什么呢 如果你 还是上这么多的税 你可能你去消费的动机呢 就会少很多啊 因为到你手里的钱 大家以后工作呀 你这个税上的多上的少 其实对你这个 你的消费的这个动机上 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很多人就不愿意去消费 所以说影响了正在复苏的美国经济 而在2013年10月啊 参议院呢 否决了众议院提出的 临时拨款决议 临时拨款提案呢 他就是说要 先让美国政府度过财政危机 结果呢 这个法案被否决 就导致了美国政府临时关门啊 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事情啊 美国政府临时关门 作为我在美国的一个同学呢 最影响最大的就是说 很多美国政府管理的旅游景点 突然就去不了了 好在呢 美国的优局还是正常营业的啊 否则这个美国人要上街游行了啊 因为美国优局呢 实际上在美国他的这个 对很多同学的重要性 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局呢 在美国对很多美国居民的重要性 是非常高的啊 因为美国呢 他没有像顺丰啊 这种这个这个便便捷呀 又便宜的这种快递的方式 你像美国以后大家到了美国呀 你像给这个家里寄一些东西啊 你要是用什么DHL啊 非Dex啊 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傻的一种做法 为什么呢 他的服务非常好 但是非常的贵 你除非是很紧急的这种文件性的东西 我们才用像DHL啊 非Dex这种东西啊 我们一般要记忆的这种代购的东西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要么就是美国优局 要么我们就是这个啊 找一些这种华人的快递公司啊 所以说呢 当时好在呀 美国政府临时关门 美国的优局啊 没有关门 所以说呢 要不然美国这个绝对啊 美国人的生活要陷入瘫痪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分支啊 行政分支呢 说白了 他就是说是由 哎 美国总统 还有一些这个 美国的公务员啊 两部分就是高级文官和公务员来组成的 首先我们来看 美国的总统 美国总统啊 他的产生方式呢 是由选举产生的 但是他的选举呢 又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直接选举 而是选举人团制度 什么叫选举人团制度呢 比如说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啊 加利福尼亚州呢 他有55个选举人票啊 如果说两党当中一党一方的这个选票高于半数 那么加州全部55张选举人票就都归啊 过半数这一方所有了 所以他他是一种赢者通吃的制度 所以说呢 经常在美国大选当中会出现 就是如果按照直接选举啊 就是简单意义上的选票数量相加 他获胜的一方可能会最终败选啊 因为选举人团的制度他的存在 大家呢 你们啊 如果数学学的好 其实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比如说2000年布什跟戈尔 他们在PK总统时候 戈尔啊 如果按照纯的这个 这个这个选举人 如果按照人口的投票啊 总的人口投票来说 戈尔他是比布什要多的 但是呢 最后布什获胜了 因为布什的选举人票 要比戈尔要多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度 但是呢 美国政治制度 他存在了200多年啊 就是因为说所有人 他都认可这样一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 最后呢 他这社会啊 他就能够啊 稳定 就虽然说制度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 他啊 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之处 但是呢 他能够稳定延续下来 实际上也说明了啊 美国社会 他的一种活力 就是说 人们都认可一个游戏规则 没有人说 我这个啥赖啊 我输了 我最后我怎么 用一些极端的手段啊 去打破这样一种制度啊 大家都认可这样一种游戏规则 所以说大家到美国呀 你们也会发现 就是说 这个美国人的规则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啊 所以说大家呢 也是要逐步培养自己对制度 对于规则的一种认可 对于规则的一种服从 在副总统啊 美国副总统啊 他的地位是非常微妙的 通常情况下啊 副总统是总统的备胎 仅在总统遭遇不测的情况下 自然上位 因为按照美国宪法 如果总统遭遇不测 不能够继续履行职责 那么副总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当然说老布什啊 他是比较不幸运的 为什么呢 这个里根啊 他当时当副总统的时候 里根是总统 里根呢 遇刺的时候 他只带行一天的总统职责 只有里根呢 就抢救过来了 他还是要继续当副总统 而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是谁呢 是切尼啊 就是小布什任期之内的切尼 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 是不是因为切尼拖了一位 能力很差的这个总统的福 所以他副总统的权力这么大 这个当然说呢 因为小布什他这个遭到很多人的调侃啊 所以大家呢 也是用这个切尼的这个事情来调侃了一下小布什 此外呀 更重要的是美国他实行政务官和事务官分途而至 所谓政务官呢 我们称为高级文官 他基本上他的任命和 和他的任命和辞退啊 他是根据你的政党的选举 比如说 奥巴马2008年上台很肯定的很多布什啊 这个小布什执政期间的这个部长高级文官 那么相应他就要被辞退 奥巴马要提拔自己的一些 一些一些人啊 来占领这个职位 当然你提拔这些人 你只有提名权 最后还是需要国会要批准啊 国会如果不批准 你的提名就无效了 而事务官呢 他基本上呢 他就不受这个政党轮替的影响 他有他自己单独的一种晋升的体系 比如说对于你的绩效的考核呀 比如大量引入了企业的啊 一些制度 对事务官对于公务员啊 进行一种考核 所以说我们国家呢 其实公务员制度 大家肯定很多同学关注过公务员考试 实际上他也是引入了啊 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了 美国对于事务官的一种管理的办法 虽然说我们国家并不实行这样一种分途而至的做法 我们国家呢 其实是党管干部 但是呢 大家这么每年啊 好几百万人 好几千万人去考那个公务员考试 实际上他 在某种程度上是借鉴了美国啊 事务官的一种选拔的方式 这个分途而至的做法呢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 当年呢 在美国建国初期 当时事务官呀 也是受政党分为的影响 所以说经常会出现一种叫做午夜清洗 比如说 民主党的总统上台之前前一天夜里把所有是吧 共和党 这个余孽啊 咱们说不好听点就是余孽 他全部给替换掉 换成他自己的人 这样你行政 我们说啊 行政他这个非常强调效率啊 就是你办事的效率 而且和政策的连续性 如果你说你一夜之间把政府所有的人员都换成你自己的人 你的政策的连续性 你的效率 那么肯定会大打折扣 所以说当时呢 有一段啊 这个美国行政效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后来呢 一个叫彭德尔顿的人提出叫彭德尔顿法案 实际上最后实行的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途而至啊 所以说大家呢 你们不要看说 比如说马上16年的美国总统又要大选了 说比如说如果万一共和党要夺回了总统的席位 会不会美国又得折腾一次啊 其实没有什么折腾的啊 折腾的只是在政务官这个范围之内折腾 而大部分的公务员 人家有自己的独立的晋升的体系 人家该干嘛干嘛 所以美国的生活呢 All is well 此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司法分支 就是联邦最高法院 其实他呢是最不民主的一个分支 为什么呢 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他都是要由美国总统来来提名啊 国会呢来批准认可 一旦国会批准认可 美国大法官将会终身任职 有意思的是呢 美国只有两种职业有终身任职的这个现象 一个呢是大法官 一个就是教授 所以说想身这个PhD的同学 你们应该了解到 如果你这个教授他有终身教职 那么他这个待遇也好啊 他在学术生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顶峰了 因为美国只有两种职业 有终身任职这一数 比如说像大法官 基本上是属于干到七老八十了 我自己干不动了 我身体不行了 我说我申请退休 不会说像公务员一样 有一个什么60岁 或者多少岁 我就让你退休了 没有这样一种强制退休的制度 所以说呢 这个 但是呢 虽然说它是最不民主的一个分支 但是我个人认为 美国它民主制度的稳定 这个分支 它起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作用 比如说 同样是2006年 布什跟戈尔这个竞选这个事情 当时呢 佛罗里达州发现了 在选票计票过程当中 有疑问 佛罗里达州呢 想重新计票 当时呢 两个总统人啊 对博公堂 这个官司最后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最后就是说 佛罗里达州不能够重新计票 所以说很多人评论就是说 实际上布什这个总统是 不是选出来的 是最高法院给他的 但是说呢 这个结果 如果从咱们常理来推断 是不是挺荒唐的呀 你发现问题 你为什么不重新计票 但是呢 在当时美国并没有陷入混乱 大家呢 都接受了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还是我说的这个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很多一些制度 他不合理啊 你要是说理性 纯理性去分析 他确实有不合理之处 但是所有人却都认同他啊 确实都认同这个游戏规则 服从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说这也是他这个制度的魅力所在 所以说呢 想学法学的同学啊 其实让你们这个 我刚才讲这个 其实法学院的学生在美国的地位啊 是非常高的啊 有一道GRE真题呢 曾经说过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的同学 他不愿意去学 理工类的专业啊 都愿意去学什么法学呀 心理学呀啊 这种我们叫做 他们认为心目中是高大上的一个专业啊 所以说大家呢 你们现在努力 你们以后你们自己的孩子啊 在美国学法律 你们这个人生是不是就圆满了呀 所以大家今天的努力啊 不光是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下一代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这个三大权力的制衡啊 这个刘宇老师呢 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一个读物 叫做民主的细节 在这里我非常推荐大家 你们考完了GRE啊 申请完了 你们有空闲的时间了啊 大概半年的空闲时间 你们干嘛呀 好好把这本书看一看啊 这本书是通过很多的小的片段啊 小的随笔来给大家呢 就是说讲解美国的民主这个制度 它到底怎么运作 它到底对人们生活当中啊 有哪些影响 其实对你以后啊 到美国你融入这个美国的一种生活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上面这一段呢 是小布什的啊 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虽然说按照很多人的观点啊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小布什的很多做的事 做的很多事情呢 有一些二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是挺 啊 挺有道理的 你像大家看他这个 这段话的结构啊 如果翻成英文 是不是就是not and not but and but 是不是就是not but 一个变体啊 所以说 其实大家看起来 这段话是不是特有感染力啊 所以大家你们自己啊 在写作文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啊 多用一种not but 这种结构 有一个否定在肯定 这样非常提升你文章的感染力 大家看啊 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 实现了把他们关进 笼子里的梦想 像我们国家 是不是现在也 也在谈说把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啊 啊 所以说呢 他这段话说的还是非常 啊 经典的啊 刘宇老师呢 他的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就是说 美国制度的魅力不是在民主 而在制衡 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联邦最高法院 他都不是选举产生的呀 他大法官都不是选举产生的 而是由 总统提名国会批准 但是最高法院 他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维系啊 是非常非常 有帮助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说呢 因为他不是选举产生的 所以你不能够说把他 这个制度的魅力全部全部归功于 选举啊 归功于民主 所以说呢 这个制衡啊 三大权力的制衡 其实是美国他制度的一个核心 本质要义 而提到这个权力的制衡啊 很多同学呢 肯定会 被一篇这个GRE阅读所困扰 一个很经典的老GRE阅读的长阅读文章 叫做第十四修正案啊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所以说呢 在下一节我就会带领大家呀 咱们通过这一篇阅读 我给大家讲讲套到底美国这三大权力 它是怎么制衡的啊 带领大家咱们把这个思路捋清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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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